最新曝光消息 Intel已经和台积电达成协议 预定了台积电明年18万片6nm芯片 大家不用太在意为什么是6nm的工艺 因为这只是个数字游戏 小话题中还提到 AMD将其7加nm芯片的订单增加到了20万片 由于Intel和AMD的大单砸过来 台积电2021年上半年先进制程产能将维持满载 其实也不难理解为什么Intel会找台积电外包显卡生产 一是台积电富有GPU生产经验 二是Intel自家产能不足 还记得之前因为CPU产量不足导致涨价的事吗 Intel估计是再也不想遭着罪了 这对于酷热处理器有需求的小伙伴是件好事 回顾一下Intel独显DGE的曝光规格 采用Intel10nm工艺制造 放到台积电就是7nm 今年底上市 拥有96组EU执行单元 一共是768个核心 频率1到1.5GHz 3GB的显存 TDP为25瓦 预计DGE的性能与GTX950相当 比GTX1050则差了15%左右 总体定位不高 主攻的是高能效领域 也就是轻薄本的最佳伴侣 之前某社交平台Intel自保 8月14日发布DGE 不知道这是Intel卖入显卡市场的第一步 还是就这一步呢 5月4日发布DGE 4月4日发布DGE 感谢观看